玩具TV回來了 今次介紹就是Legas裏面 再推出一次Amanda裏面的麥加登娜 就是坦達車的麥加登娜 如果印象出之前好像 Legion好像推出過一次 原版一次 現在這個可能是第三或第四次 都是用Legas裏面裏面 變成麥加登 但身為微型傳說 Milicon是欠奉的 不知為何 它沒有了那樣東西 但預算給了很多孔位 可以插不同的武器 例如你之前有大量的 畢形金剛Didi插滿水 真的塵了 通用的孔 應該可以的 沒有坦克形態也漂亮 但以前可以射飛彈 現在就取死了 算了 你本身有不同的分析 和情報量都非常漂亮 其實現在的玩具沒有射飛彈 和安全條件有沒有關係 也有 我覺得有 因為怕吞了進去 如果算有射飛彈 飛彈都這麼長 不是玩得很爽 你也挺難吞進去 變形非常簡易 破壞太低 其實是H 其實是H 坦克版的Wing Gundam 它有一個遮醜件遮住臉 很難吞 你看不到就不太尷尬了 這樣就變形了 就由腳開始刺扁了 很明顯一眼就看到 其實是抹大了腳的 很舒服 沒什麼難度 對 有辣有不辣 平常就非常容易 搞定 是 非常適合小朋友玩 只看到腳板底的偷膠 都直回腰膠 就已經做完了下半身了 接著 它這次有個改動 就是這個件 是綁回這個位置的 好啊 好啊 接著手就可以 拔下來了 那就打開臉 這樣就出了這個 好啊 手就藏在坦克兩邊 它本身坦克外面的蓋 真是遮醜了一流 對 那就拳頭 挺原理 還有有道好 本身它不是實際 大家在街上看到的一些 載具 變成它在考慮這個機械人形態和載具形態 都可以更加容易去配合 令到兩個形態都可以保持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好了 那就變完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簡單呢 老老豆豆的背部的炮塔有沒有花神的 眼看見它的武器身為坦克車 它的武器當然是它自己的拔 你可以玩這個方法 比較接近以前 G1 麥加登的玩法 腰炮 如果你不是斜擺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它比那陸拔回來了 我剛才說的 應該不是這樣擺 應該擺在中間的 我當然是 不是上面 中間 你可以這樣射都可以的 當然啦 始終它好像沒有什麼武器 就不是很爽的 其實只要你把手反過來 拔出來就變成一個 哈哈哈哈 單手模式 好貼心 這個手的手型 是有些氣勢的 哇 OK 今天應該可以出到10集 大哥 如果知道 推出麥加登自然有格威龍的紫色 我期待 衝擊波的戰艦如果出來了 就可以出現一個合體版的麥加登 或者是格威龍 好 很簡單就介紹完這個了 哇 厲害 快點 對 剛剛打那隻奧帕文就訂了日版 日版 對 因為日版的合胃不同 哦 對 那就要可能 不如就贏 就要更加 可以到12月才到我了 那你先玩著 我們先介紹完美版吧 我們 大哥今天有沒有按的 今天有沒有按的 有 有 兩隻Hinew 兩隻水渣 它Hinew還有耳獄 還製作了很多顏色 現在已經有5隻 哈哈 14C 失敗了 那巴巴托斯按不到 反而14C 失敗了 全部 一分鐘 不是一分鐘 巴巴托斯 和 Hinew都是一秒 哇 一秒 06M和14C 就5秒 哇 我按得06M 即刻是用第二部機 按14C 已經沒有了 你不是開兩個Bouncer 這邊和這邊 一起按嗎 已經是 一邊可以 一邊不行 不是 通常是 兩秒 兩秒 辛苦 你進入購物車 有機會 有機會 我本身進購物車 只有五成勝算 因為你還要PayPal PayPal去到那個版面 你有七成半勝算 我亦不止一次在PayPal收皮 但現在就說 我有一個版面的成功例子 這些要分享 我們說多一點 就是水渣 然後我發現我換了地址 然後我慢慢慢慢換地址 換地址 還可以 竟然可以嗎 你很幸運 可能搞了一個多兩個字 為什麼 14C我按不到 因為我打算要14C 我打算要14C 竟然 我不喜歡吃 我等紫色 即是同一個型號的 一會兒介紹紫色吧 不如我們 這個另一個紫色 沒錯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